歡迎收聽紳士各聽新聞,我是佳恩 以下內容,取材致時政評論員周曉暉發表於大紀元文章,大紀元記者Andrew Chan報導 美國主流媒體彭博社在5月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不理解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該文開篇指出,從華盛頓到東京,再到馬尼拉和布魯塞爾,對北京的不信任正在這裡加劇 習近平本周在歐洲發起影響力攻勢,只在穩定兩國關係,緩解對電動汽車和晶片的擔憂 這個只是北京為經濟止蝕而採取的最新措施,但如果要真正修復兩國關係 全球政治領導人必須停止將中共與中國人民運為一談 中共並不代表14億公民的希望和夢想 文章指出,根據最新調查,連續第五年,若有八成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其中43%的人持非常負面看法 有79%的美國人幾乎或完全不相信習近平會在國際事務上做出正確決定 一半的受訪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不到一半的人將其視為敵人 不過文章認為,僅僅通過黨的零鏡來看待整個國家,是有危險 因為中國人和中共不是一回事 美國應努力於將習近平及其中共的願望與中國人的願望區分開來 因為這個對美國而言很重要 而且種種跡象表明,中共的政策正在這裡失去很多中國人的信任 尤其是失去大學生和中產階級的支持 時政評論員周曉輝認為,中共和中國,中國人絕對不能或等號 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怎可能跟信奉西來幽靈 盤據在中國界地上幾十年的中共或等號呢? 而且不是中國人民選的中共,怎可能代表中國人呢? 人民何時賦予了它這個權力呢? 周曉輝說,在過去幾年,不止一位美國政府高官,議員表達過區分中共與中國人的重要性 比如2022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對華政策演講中稱 美國和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府間存在深刻分歧 但這些分歧只存在於美中兩國政府和體制之間,而不是人民之間 2019年10月30日,辭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 在保守派致富紐約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也非常明確區分了中共與中國人 他提到,今天中國的共產黨政府並不等同於中國人民 他們力求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對美國和全世界構成了挑戰 在2019年10月24日和2018年10月4日,辭任美國副總統彭斯的兩次對華政策演講也區分了中共和中國 2018年7月,辭任美國中央情報局東亞任務中心副助理主任阿林斯在一次安全會議上警告 中共正在使用一切資源來試圖取代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他還公開表示要將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統治1949年以來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加以區分 他說,當我們客觀地看待來自中共的威脅時,我們不必將中國本身,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人民自己視為威脅 我們擔心的是中共的方向及中國共產黨試圖以越來越強制的方式取得的目標 此外,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李奇、特朗普時期的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前白宮策略斯班農、斯白兵將軍、以及不少國會議員 都曾清清楚楚地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民區分開來 那個就是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這種區分,其實是在說給一直被中共洗腦的中國人民知道 敵視美國對世界構成威脅和挑戰的不是中國人,而是邪惡的中共 不予普世價值擁抱,不給同樣喜歡自由的中國人自主權,正是與世界背道而馳的中共 彭博社所發表的這篇文章,也同樣是呼籲全球領導人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區分無疑是一個新的節點 代表著美國和世界對中共的真面目更加認清,代表著全球反共的一個大趨勢 代表著美歐如何可以鄧精準打到中共的痛處 可以說,從美國政府、國會、到主流媒體、再到普通民眾 再研究到西方國家政府、國會、媒體、民眾 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區分開的效應是巨大 一是讓世界更加明白誰是禍害世界,造成世界多地動蕩的元兇 二是將喚醒更多被洗腦的中國人思考誰是禍害中國、中國人的元兇 中共究竟代表的是誰的利益 三是讓中共的罪惡走上前台,浮出水面 不再允許其綁架中國和中國人民 同樣的呼籲與提醒也曾發生在加拿大 2023年5月,加拿大國會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 就已提出最新報告敦促政府進行相應反擊 想辦法保護加拿大人免受中共肆意綁架 報告是依據國會兩次聽證會50名證人的證詞 其中很多證人講述了被中共當局恐嚇及騷擾的親身經歷 報告指出,當年中共因為孟晚舟事件拘捕加拿大兩名人之後 委員會開始首次研究國家安全事務 同時亦關注中共肆意拘捕加拿大人或其他與加拿大有關聯的個人等案例 報告指出,很多證人提醒,中共雖通過滲透、監控和恐嚇等手段操控和驅使加拿大華人 但應區分中共不代表中國人 多倫多大學蒙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黃慧寧亦提醒 非常有必要了解中共統戰部等滲透工具運作方式 千萬不要將中國人與中共運為一談 黃慧寧仲強調,並非所有海外華人都聽從中共 或充當其代理人,海外華人亦不能一概而論 不能當然地認為所有華人都為中共效忠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葉庭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各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啊,記得like啦,subscribe啦,和按鐘仔先 撐我們撐真相啦嘛 請記得按讚 請記得按讚 請記得按讚